9月4日,由姚晨和马依丽主演的情感电影《找到你》开启上海路演 电影《找到你》讲述的是马依丽饰演的一位母亲 偷走了姚晨饰演的另一位母亲的孩子 而当寻找孩子的惊心故事逐渐展开时 却让观众看到了两位女性身上多船的命运和感人的母爱力量 这部中国少有的双女主电影 请来姚晨与马依丽出演也十分对位 两人都为人母的现实身份 让剧中角色的刻画更入目三分 电影《找到你》采用华语片中屈指可数的双女主设定 中生代实力派女演员代表姚晨、马依丽强强连妹 在影片中两位女主都贡献出了影后级别的表演 姚晨所饰演的职场母亲是电影的线索人物 从初登场光鲜干脸的自信女白领状态 到丢失孩子后的惶惑慌张 一个角色在各个角度的张力 她都完美诠释 而马依丽所饰演的另一位母亲呈现的是表面平静 暗流汹涌的状态 她从造型到角色突破之大 令很多观众在前30分钟都没认出来 两位现实中以为人母的女演员表演真实可信 首次同台标系宛如冰与火的碰撞 既默气十足又有强烈化学反应 《找到你的情感核心》是两位身份、境遇皆不相同 唯有对孩子无私的爱是相同的两位母亲 在华语电影市场上 母亲角色在大部分影片刻画中都很符号化 基本以年迈保守唠叨的形象出现 与如今新一代青年妈妈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 而《找到你》中姚辰马依丽所饰演的两位母亲 打破了这一常规认知 她们所呈现的是当代母亲最真实的状态 有来自生存环境的压力 有徘徊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焦虑 但是在所有这些困境之中 支撑她们的力量是对孩子原始的母爱本能 而这一点相信每一位母亲都能感同身受